台湾有不少连锁早餐店深受上班族青睐 方便在通勤时顺手解决早餐需求 然而,最近一位女子因为常选择较高价的麦未登作为早餐 却频频遭到男友嘲讽,这让她感到非常不悦 她在网路上分享这顿经历后,引发了热烈讨论 许多网友都为她抱不平,认为她花自己的钱买早餐 男友根本没有资格多加指责 这位女子最近经常选择麦未登作为她的早餐 同时也喜欢在上班前自费手冲咖啡 然而,她的男友每次见到她这样做 总是不忘冷嘲乐讽,说 哎呦,又吃麦未登啊,真是享受 这种态度让她感到很不舒服 为了避免矛盾,她决定把冲咖啡的器具带到公司 顺便与同事分享,然而男友依然不满 这让她不禁怀疑,自己花钱吃麦未登 还加上一杯手冲咖啡 这样真的算是浪费吗 这篇帖子迅速引发网友乐意 许多人为女子打抱不平 难道台湾现在的经济情况差到连麦未登都吃不起了吗 有网友不解的问道 也有不少人批评男友太过小气 怎么会有人这么吝啬 连你有用自己的钱买早餐都要管 甚至有网友直接指出 这种男友真的是太穷酸了 连麦未登也要拿来酸 许多网友还建议女子重新考虑这段感情 如果连这么小的事情都要挑剔 那未来恐怕会有更多问题 有网友这样提醒她 与其人做这样的无理取闹 不如趁早分手免得浪费时间 总结来看 大多数网友认为 这位男友过于一挑题 不尊重女友的选择 建议女子重新评估这段关系是否值得继续 大家对麦未登有什么看法都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收看VNews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导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